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盘棋是我们北京队跟广东队的一场交锋 当时是第二次遭遇的 是 我们很早就相碰了 两个队都是强队 那这盘棋也是引起了赛场的关注 那么最终的结果我们是打平了 那么第二台北京队的刘欢直攻棋战胜了广东队的全国冠军陈姓林 听说这盘棋回来我们一看也是比较有取决的 然后分享给大家吧 把这个经过呢给大家呢聊一下 双方是以中炮对平马开局 然后黑方只具有平八 刘欢呢是2009年呢来的比赢队 对 下入比赢队 她呢也是就是目前来说是最年轻的女子大师 她在12岁的时候就获得过个人赛第三名的好成绩 刘欢目前来看呢应该说表现也比较稳定 她现在这个在等级分起手这个排名当中排在第六 对她是常年这个水平是稳定在前六位的 唐南排第一 陈姓林排第二 就今天这个我们摆棋的这个黑方排在第二 第三是陈立准 对 也是广东队的主力 第四位是王林大 对 基本上是这个 第五名是赵文芳 我特意看了一下 因为这个女子呢 这个可能我们很多这个爱好者不是很清楚 对大家排在哪位 不像男子啊 王天忆排第一 郑敏东排第二 对 然后赵新排第三 基本上都知道 许云川排第四 大臣是这么一个续位 那所以说呢 这个两个人等级分达的前六名 所以说又是团体队的强强之争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是 马二进三 五方鼓齐兵 黑方鼓齐族 这个棋呢 就是常见的一个中炮过河区 对平鸿马 平鸿地区 对 炮花瓶酒 九二瓶三 双卖的 这个陈姓林呢 是广东队的 曾经是 获得了这个 前年的个人赛冠军 对 他一般走马七星六 就是走往横河走的不多 这个其实我感觉 陈姓林的布局 他走强挺七足的 走法是比较多 他喜欢足七再足三 对 喜欢黑方 喜欢走 两头蛇的一个局面 像这个 更早的时候 他以往可能会走 高车宝马的变化 多威胁 走往横河也走 是走走往横河 对 他比较携走 所以说 广东队的另一位 推打是陈立纯 是比较喜欢的 同样都是这个 一个队的选手 但是他的风格 还是不一样的 对 往往压住 黑方炮 九二一 对 这样就形成了 比较标准的 平码 平炮队局 所谓这个平炮队局 就是这个地方 炮花瓶酒 在炮九二一 对 炮九二一的意思呢 就是想把三路区呢 将来赶走 来 反击 对红方三路线呢 有一个反击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经典的走法 长生不衰 红方 马八进七 北方 十四进 北方不适 走到这儿呢 红方也有多种选择了 但是最多的还是走 炮八平九 下成这五九炮的 一个不具 但是刘欢呢 可能觉得五九炮 对方也准备的 比较多 他想先走一个 左马盘河 先看一下 对方的态度 对 黑方走炮 九平七 红方局三平四 走到这儿呢 黑方是可以走 聚八进五 红方在炮八进二 好 聚八进五的走法比较多 嗯 聚八进五也比较 长生这个捉马 嗯 炮八进二 炮八进二 看上 黑方在不像 对 可能在向三进五 这个在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 就走得很多了 这样 红方在炮五平六 对 炮五平六 还有炮五平七 炮五平七 或者聚九进二 聚九进一这样 所以说在这个 特别常见的 镇市当中呢 可能陈姓林 也怕呢 中了红方的埋伏 是 因为这个棋 走得太多了 对 然后陈姓林 主动的变招 嗯 他不走去八进五 他直接马进八 对 下成另一路变化 这路变化呢 应该说也可以啊 对 这个男子大师当中呢 有汪洋 蒋川 他们都经常这么变 是 郑维同 他也经常这么走 是 所以说这个棋呢 变化呢 也日益呢 丰富 红方这个时候 走鞠四岁三 这个也是比较正常的啊 嗯 他实际上是退鞠 因为不退呢 面临着对方足迹 你再回来 对方马马退期了 所以红方 先把这个鞠呢 避险 避开这个险地 他这个时候 是先走的向三进五 对 对 然后黑方这时候选择 是直接向三进五 我看可能也有些棋手 选择的是向七进五 对 对 这个走法呢 这个美人的理解不一样 是 向三进五呢 严格意义上来讲呢 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 他补像呢 为了鞠平次 将来把鞠出来 是 选择还是 这种非两个像 选择都是可以 他向七进五的好处啊 就是红方将来 没有近居在卡项眼的手段 是 近居桌炮 这个棋呢 它有它的特色 是 就是当我们爱好者呢 来分析这个局面的时候呢 就是你要有对比 你左向和右向的区别在哪 但非向七进五就没办法 这个直接进行四 一路均就要慢一点 对 一路均嘛 所以说各有所长 所以在我们行棋当中呢 你一定要把握住 这个棋局的特点 然后你在战术上呢 就容易跟进了 是 你像这个双方这个棋手啊 他们两个人啊 应该说都没有完全呢 理解这个三棋项的特点 所以在对局当中 你看他们两个 是吗 都忽略了后边这个手段 是 黑方向三进五 黑方队实际上 它是走一个向三进五 对 所以说这个象棋呢 我觉得它也不难理解 是 主要呢 你要看它的协调性 对 你要看它的优点和弱点 是 很多这个爱好者呢 就是使这算算算 对 实际不是不完全是计算 计算呢 是一个基本的知识 基本功能 就是按计算来讲 就是这个局面下 那你在哪算得出来 我可以上三进五项七进五 我还可以什么马八进七登兵啊 这种变化太多了 所以说呢 我们学象棋的这个很多小朋友呢 是 它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能够提高这个逻辑思维的水平 对 所以说的 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象棋里边也是运藏了大智慧呢 是 因为逻辑水平 它可以就像螺旋式的上升 一层 一层向上推 这种递进的这种手法 对 同时你要考虑到它的优以劣 你怎么去养长弊短 对 就是这时候要分析 对 当然了 任何其种 你都少不了这个计算 一些最基本的计算数 对 但是逻辑推理呢 在象棋当中呢 是充斥着全盘 是 也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环节 对 所以说呢 我们下象棋的这个选手呢 你要从这个推理上来看呢 去分析 特别我们爱好者 你仔细 这个分析 这个对照着学这种布局呢 你就更容易呢 得到提高 对 那黑方向三进五 对 他实际上是选择向三进五 红方呢 本来也可以跑跑平六 就守住你 不让你拘出 对 你浸泡我再变五进 这儿暂时不让你这个拘运 从内上出来 对 那刘欢呢 他也是见招拆招了 嗯 他想到跑平七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对你三龙马 有更多的威胁 对 这呢 也可以啊 他 炮二进四了 这个时候 对 他想到是炮二进四 红方 必须急 这个基本步骤啊 他不可能再逃居了 对 他炮二平一打掉 这儿呢 黑方呢 应该说旗也不是很亏啊 对 相当经营非 就是说双方呢 是一个 这个互有顾忌的 这么一个局面 对 就是说 红方呢 顾忌呢 是将来这个右翼啊 黑方总是有一些 反击的能力 是 因为他子力比较集中嘛 但是黑方呢 这个三龙马 还有中路呢 应该说还是受 红方的 威胁 对 黑方还要看 压力大一点 对 黑方还要看 看自己的阵型 是怎么调整 嗯 他实在呢 他这回是走的 他直接走了一个 居一平二 嗯 出居 也是不想要 红方这个轻易的 居一平八亮出来 这棋可能 还是应该居一平四 这样子 直接亮这个局 对 感觉应该紧凑一点 嗯 居一平 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啊 对 这个表面呢 是看起来这个 不让红方这个局出来了 但是我们就说了 这个棋 如果黑方补七项 就没有问题 就非这个项 对 这个地方 如果拿回来走的话 嗯 黑方一定是补七项呢 就阵型 比补三项呢 就要完美了 是 那么补三项呢 你看这个棋啊 那么红方就是有 这个手段 直接冲锋兵了 那黑方是不是只能拱啊 那那还是给拱掉吧 对 然后红方 它有个三项眼 这个很厉害 哦 等于说现在就 我们从这儿就能看出 对 这个非常区别 对 这个项呢 就是作为黑方 在计划局面的时候呢 对 就不能给红方这样的机会 是 这个七路兵呢 成事最近 对 这个棋红方明显的优势 等于说他 黑方呢 来不及展开 对红方的进攻 红方这个棋兵就读合了 是 这个棋红方呢 应该这么走 等于黑方这个中路这个问题 是不太好解决 他说可以看出 都非三项 就是红方这个中路就没有办法 就只能退上了 只能退上 就只能让红方这个棋兵 拱过去了 是 然后再研究吧 在G2进5 还是G8进2怎么走 反正这棋感觉亏了 是 亏了 所以说你看啊 就他们两个在下棋 对局者当中啊 都没有发现这招棋 就刘欢呢 后来我也跟他讲 这个棋你为什么 逼五金一冲啊 是 他也没有完全的 就说他有这种想法 所以说就张老师 您说前面说这个布局 这个分析上 理念这个很重要 对 所以作为 就要看出这个非三项 趋向这个区别 所以说 作为我们的爱好者来讲 要从这个地方上呢 多下功夫 对 您这个布局 你就能够提高了 红方又采取这个了 对他直接登中柄 它是 这个棋持稳 是比较稳健的 但是呢 这个优势呢 就不用 没有了 红方一打 这儿看起来 红方也不错 对 这个棋呢 就到了双方 这个中局的 对战阶段了 这个对战阶段呢 就是 一个是速度 再一个就是 反击的这种力度 能够组成的这个 攻势 对 事后呢 刘欢他也说 他这个棋 黑方还应该 足迹先冲一下 对 就这个局面下 他先过足 先送掉这个足 然后再飞掉 然后再飞掉 这儿你红方 如果在兵五金一 他G204再住 你在巨子平五 他有个马八金六 对 然后你再打出去 人家八路居是活的 是 等于说 黑方把这足送了以后 多了一个马八金六 这一点 但是呢 当局者呢 迷 他不愿意送这个足 他觉得这个足大 对 这足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时候 陈兴林呢 就走了一个G八金三 对 他直接住 对 这个次序走的不对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 这个女子的这个选手 就说他在这种布局 到终局过渡的时候 他还是细节上的把握 还是有这么一点欠缺 对 所以说呢 这个大家也经常问 这个女子水平 比男子怎么样 他究竟差在什么地方 我们通过这个讲解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 因为陈兴林呢 也是这个当今的 前三位的高手 是 他是跑不了的 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 在动作当中呢 也是存在一个问题 红方病无急 然后黑方阻急 这个时候 因为你看他的子力 别发在前进了 对 另外这个棋啊 我刚才忘了给大家说了 黑方还有一个棋 我那想起来这个棋啊 就这个地方 他既然补了像 我刚才说 居于平四啊 他还有一个办法 这个棋就索性啊 那个居于不动 就这一路就不出了 就不动这也行 那直接等边 对 那他可能 马三进一给你蹬掉 蹬掉 再去八进六嘛 这是一个先手 那他还得十四进五补一手 对 然后呢 这个再吃掉 还可以 这个地方就是 红方右翼呢 还是有压力的 比如说黑方 迫使红方这个右翼 比较困 就是黑方呢 还可以考虑 直接去反击 所以说呢 这个他出居 灯 我们来看后面的琴 对 他现在居八进三 居八进三 把他逼五进一 这个地方呢 就红方呢 取得着一些先手 对 你现在居二进四桌 他正好可以居四平五了 对 你刚才那个兵送了以后 就马上没有一点 我为什么想起来 刚才那个灯了 你现在这个灯呢 就差点味道了 是 因为人家灯了以后 有个抛七瓶三 把你都拖住了 那个七路巷 你反而成了巨大 然后将来人家一居九居二 双居就杀了一 这七路巷 反而是一个负担 就是他现在没有 这个马八进九的机会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应该说红方已经取得了 决定性的一些的先手 对 红方在中路上 黑方是不好动摇的 对 好 那后面的战局呢 又如何发展呢 我们稍后呢 再为大家呢 继续解释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呢 继续回来 我们将给大家呢 接着讲解啊 这个刘欢对陈向林的这个对局 走到这儿呢 红方中兵过河 黑方呢 可能感觉这个局面 还是有一些 施展不开 不够舒展 就是你看他 左翼的子力呢 是连起来了 但是发不出力来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 再攻足 红方就抓住这个先手了 刘欢后来也说呢 说这招棋 打得这个兵 他还是感觉 这个棋便宜了 对 黑方平足 但是这个细节地方 还是有一些看脏 这个地方红方应该走 居四平五 平中 那他也得居八退一 多一步 然后红方再居九进二 如果你居八平六呢 居八平六 十四进五 这个棋 红方呢 还是多兵的便宜一些 是 等于呢 这个实战当中呢 或者按照他那思路 这边马上队伍也是可以的 退马一行 对吧 这个也是可以的 就说这个实战当中呢 红方这个居是平到这儿来 对 他是走着一个居四平六 然后黑方也居八退一 然后他居八退一 然后他居有间看住自己的三二马 然后他也是走过居八平六 对 就是这个棋呢 由于红方这个居啊 对 平哪儿啊 还是有差别的 这个棋 是 他要怕对方阻流进 这个刘欢呢 就是走的这个棋也很绕 对 但是他这个马三退五 这个构思义也挺巧 他想着下部可以居住平二 过来捉马 对 是 那所以就这个棋要平中居呢 就不一样了 对 这个中居呢 将来他对方马八进六 那个不是先 而且平中居也有了马五进六的这些 对 这个马能腾脱出去 等于这个窝西马 这个多了一条路 所以这个地方呢 红方呢 就是在细节上呢 也是没有处理好 对 本来这局面应该是挺大一个优势 对 结果黑方又足六平七在倒足 这部剧很精彩 就是他把这个 就是说他正好把这个局面这个化解掉 把这个威胁 因为多了个马八进六 先手 对 红方呢 就是强行把他飞掉了 是 那对方 对方这个时候走了 直接走了一个马八进六 可能在局面下 我感觉他是 就是一直认为自己的局势 是 就是说少兵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他就急于换子 这个棋啊 嗯 事后我们摆 对 这是比较厉害的 应该点二路 红方再平跑 是 这一招棋桌太有难度了 嗯 准备下部马八进六杀棋又吃鱼 这个棋呢是一个隐藏的手段 赛后呢我们有时间的你是能想出来 对 但是他临场呢 他没有向这个思路去想 对 这个想 这个让红方还得这么迫使对军 对 就感觉对军好像也有点疯狂 对完了以后对方马八进六都有一些先手 是 所以说感觉呢这个地方呢 就黑方这几步 这个战术还是挺轻巧的 但是去往这儿想可能是忽略了这种走法 对 如果这么下的话 黑方这个局面又是一个可以满意的一个形式了 嗯 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先卡在抛击平六 这是比较难的 对 这是黑方的一个最好的反击 深山中呢黑方没有走出来 就让红方呢形成了一个多兵的优势 对 他直接满了 这个不好 这个让红方一顶全给拉死了 没有 他走了一个局六屏五 他走这儿呢 一顶的话他正好有一个马六退五 给换掉 对 换完了 抛击平五再走 对 抛击平五可以 红方走局六屏五 这倒挺结实 然后他巨二 他这个时候一看这个中路也没办法 这个 就把这个黑方 红方的中兵给吃掉 所以他走过巨二平三 嗯 巨二平三 红方 骑兵又拱 对 红方过骑兵 当然也可以 他也可以抛击平一吃边阻 对啊 抛击平一可能更实惠一点 对 更实惠一些 他过足 然后这时候黑方就走了一个足球军一 他就不希望他这个 跑吃完 这棋反正就是黑方动作太慢了 对 可能是不是张傲之棋 他索性给换掉 嗯 在以后再抛进三江 是不是还有一点点 这个 你意思换掉拱一江 灯掉打一江 这是再飞 对 那也是少一个兵 是 可能这个 少一个兵呢 也是局面还是亏一些 对 主要就是这个局面下 红方这个中兵太厉害了 黑方没办法消灭掉 然后黑方也只好走一个拱编组 然后红方这时候一看 自己的三路线总是有问题嘛 所以他走了一个马五星三 他要回来 对 而且呢 也是为了牵制住黑方的两个炮 嗯 以后随时有向三退一的手段 嗯 这个棋呢 就是综合上来看呢 就是红方啊 这个多兵呢 优势确立了 对 黑方呢 就不好反弹了 以后红方这个十四进五补一手 下三退一这种 就很多手段 对 红方这个棋可以说是顺利的呢 向优势发展的 对 他把自己的毛病慢慢化掉了 是 然后黑方也是想 嗯 简化来谋求和棋吧 可能 所以他直接就马路退五换掉 嗯 然后冰五换一吃掉 然后向优势三 再把兵飞掉 嗯 这等于红方 嗯 近多的一个兵 对 然后冰五换六 黑方这个棋主要是 怎么防守呢 这个白少一个兵 对 他这个 少兵主要 兵种也不太好 嗯 两个炮 所以他 其实他只有走了一个 实际上他是走了一个 居住性三 感觉这个走法是挺精巧的 但是可能在当前局面下 是不是特别成立的一个种走法 嗯 那你觉得走哪个好呢 就防守起来也挺有难度 比如说 他可能 顶多走右 去三 去三间二之类的 或者是 去三平四捉一下 捉他呢 可以去九平六看上 感觉也是不太好防守 对 当时啊 这个陈兴林可能是这个角度 对 就是说觉得你退中向不行 我打你 嗯 你要退边向呢 将来我可以居住平四 来购入这个兵 他觉得有 这么一个机会 是 他觉得可能这种战术 可能能经过一个简化 嗯 但是呢 这个棋呢 恰好呢 这个时间上呢 来不及 对 胡锋 顺势一向三退一 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是 这个棋就是 比较麻烦了 对 然后他这时候 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 他走了一个 居六平四 嗯 你这么保 他将来 有居三平四 这个手段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刘欢呢 还是看准了 对 他先吃 黑方也要 先这个 进炮打马 炮打 嗯 炮打呢 现在这个棋 红方不能随手走这个 对 走这个 他居住随便一吃 把这个炮捉死了 对 等于说 捉死了这个棋呢 你后边就不好赢了 对 没法赢 这个棋 就是说赢的难度呢 就要大了很多 对 红方呢 这个时候呢 没有去 但镜区堪也不行 他只好有个炮弃平四 嗯 对 红方先走居九平五 这是一个杀招 这部戏非常精彩 走得非常好 大刀弯心 嗯 准备砍中士 借这个率力啊 来把对方杀死 对 那么黑方必须要防御 他走出将 对 他可能向七镜走 可能够顽强一点 对 飞个边向要好一点 飞个边向 红方可能也会保住 对 这个进两个区保 他可能会聚三进 聚三进三 嗯 反正你在 平居的时候 我就可以再吃炮 让你逃跑 是 逃跑以后呢 红方呢 还有进去 在捉这个项 是 红方这个棋 总之还是优势 黑方呢 是实战是走了一个出将 那这个不好了 嗯 这个等于黑方呢 怎么说呢 这个是消极的防御 但是这个尸项 被丢掉了 那 这个差别就太大了 红方 对 就顺手 把项吃掉了 嗯 因为下部期 还有上中式 对 黑方 他只能聚三进一 嗯 这样看住 这儿红方 他再聚三退三回来 对 这儿呢 我们大家看到啊 这个 红方呢 多了物质的优势了 这个物质优势呢 其实等于 多了一个冰 多了一个项 对 特别是这个冰种呢 红方呢 胜得比较好 他胜狙炮 这种冰种啊 狙炮兵对于这个单屈项呢 它是很容易这个 这个形成这个杀旗的 对 缺乡怕炮 还有过河兵 他这个炮还得敢逃 嗯 他是这么 对 炮七进一 因为你吃了它 它捉了你是先手 所以红方 先补雕士 嗯 黑方 无奈地把这个炮 淘开 对 炮七瓶酒 嗯 然后他就是走一个 炮七瓶吧 这也可以 反正红方 稳点救急也行 不给你打拼 反正红方的意思呢 就是我把炮呢 收回来 收回来以后 这个攻势呢 也就足够了 是 黑方走一个炮九进一 嗯 然后红方是 直接炮八推四 嗯 也可以 因为这个旗 它走不了这个嘛 对 走这个也没用 它僵啊 可以 就出不降 也可以啊 对 出不降 你也没办法 嗯 因为你那个 鞠动多慢 对 它实际上就是 它也没过局 它直接走入 鞠三进一 嗯 它想把鞠三瓶八 这么调过来 它先站住 对 它先鞠五瓶二 站住 这个棋应该说 红方慢慢地 就是向胜利队推进了 黑方没有棋 对 而红方呢 一旦发动攻势呢 黑方是没有办法防守的 是 它实际上是 鞠三瓶六 它也是想看看有没有机会 嗯 然后它爬爬平六 嗯 然后这样平 然后降四平五 嗯 然后炮六平五 然后降五平四 然后走了一个 冰六平七 嗯 它这步棋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关键的时候 可以来对局了 对 就是 有危险的时候 我可以 随时迎面拍将了 主要黑方这个 四路局就没办法躲开了 对 你躲这个 我就这么对局 你也没什么办法 对 你对了一个局以后 那边终归是要出问题的 是 鞠炮兵 它是打出来了吧 它走了一个局 四进一 它先进 嗯 然后它局二进三 点像 对 然后它向三腿一回来 嗯 然后它是 局三平六 这时候再对局了 嗯 这个就很简明下的 嗯 这样子多 兵多像 这个棋就是黑方很难防守 然后它炮就退三 把炮走回来 让它局二平一 这也走得很简单 这个棋呢 就是 红方呢 顺利的把这个棋呢 过渡到这个 这个局炮兵的残局了 对 嗯 就这种棋 黑方虽然说少一个兵 但是这个一个兵呢 就要命 对 他就 没法去 防住这个兵 对 它炮九平五 然后它局一平四 它局一平五 捉它 嗯 它进局保住 对 它局六进四 看上 嗯 然后这时候 他走了一个兵六平七 嗯 对 黄黄这 刘欢这步走兵六平七 还是挺好 这样黑方这个老将 是永远这个将四 这四路将过不来六路 对 进不来 这有什么时候知识的话 这有个局五军四 还有将军 对 以后随时有这样将军的棋 将军这个下兵 对 这个棋主要是黑方 有杀对无杀 对 以局六平八 人就回个相 嗯 出向都可以 对 这个棋就等于黑方没有办法了 看着红方的七路兵下冲 是 它是退了一个像 它实战最后是落了一个像 然后红方还是直直不理 就是兵机型下兵 嗯 这个棋黑方呢是 看着没有办法解 对 中炮也躲不开 躲开它最五平六又 其实这些黑方太苦恼了 对 主要这个事来回补不起来 嗯 就是说 鞠炮兵啊 对鞠炮单军项 是 应该是一个力胜的残局 哦 就只要是 红方 就是进攻方呢 嗯 形成了攻势 黑方是无法进行防守的 对 所以说 听说这个团体赛 最后一盘棋 嗯 那个党国雷对成都的那个 哪位选手 说的鞠炮 预思源 鞠炮 对鞠炮兵 对鞠炮双士们赢下来 是也是比赛 这个也是太着急了 对 之后 预思源还是挺顽强的 嗯 也是帮助四川队 进入了个人前六 团体权六名 那么最后 黑方无奈他飞蛾下 对 他就乱走一步了 红方吃掉 是 黑方就不下了 对 因为你飞又飞呢 就是红方下兵 较将靠兵 就是绝杀 对 没办法去防守 对 嗯 所以说呢 这个最后一段呢 刘欢道表现得比较稳定 对 能够控制住局面 对 通过刘欢这盘获胜呢 我们北京队也是跟 广东队打成了一个平局 对 第三次还棋输了 团团自己下河了 对 那么最终呢 这个广东队呢 还是这个 笑到了最后 对 应该说现在呢 这个竞争也非常激烈 是 那么也在此祝贺广东队 获得了2018年的 团体赛的女子冠军 好 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关注相机世界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